中国乒乓并不是一帆风顺 从现队以来团体最低的一次调到第七 过去两年我们的工作是失败的 世界上都这么说 中国南队要想重新站起来 最起码需要十年以上 五虎将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去打翻针杖 这才知道当年的战术本里面写了非常多运动员组 每个人非常相近 这几个队员的战术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马文革横板弧拳结合快攻 王涛用横板反手胜交 丁松作为一个销球手 他的强攻很凶 打法旋转的节奏变化都非常多 孔令辉正手反拉弧拳球 而刘国良直拍快攻配合着反手的直拍横打 但是刘国良和孔令辉正好是 你还比较年轻 没有打过这个比赛 马文革他的肩伤和腰伤实际上也一直伴随着他 王涛的双打成绩 其实是比单打成绩突出很多的 丁松本人呢 他有高度见识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不被看好的队伍 93年时代不得网 我们打进了决赛 虽然也是输给贵点 一输了我们的压力很大 三届六年了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冠军 这个球是不能输的 输了这些汗水也就白流了 中坑队一直以来就是比较团结 大家比赛一直就是要打败对点队 当时你才知道回首的教练组 从技术层面也好从资产管理也好 都是围绕着怎么去打翻身战 大家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 出去大量的参加欧洲的公开赛 主动去适应欧洲人的新打法 我们再来进行我们接下来的这种训练 即在说这种安排 卡尔蒂 每个人又进行了不同的技术创新 丁峰是我们当时的秘密武器 当时给你们一直学长了很长时间 就为了打这场球 中坑队运动员竞争的残酷性 不仅仅是体现在训练的刻苦 比赛中拼搏顽强 它更多可能来自于内心坚定的一些信念 能够扛着困难 能够面对这种煎熬 在成绩不好的时候走出困境 是需要有真正有些情怀 和对平凡球这件事本身有执念的 是 四十三届四冰赛我们打翻身杖 它不仅仅是一个异语 它是一个传承 是一个传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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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传承的